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虚空时没有痕迹 而且它也不会影响虚空的宁静 如果你不够空 它在影响你 是吧 所有的东西飞过你的心前就像鸟飞过 你的心就像虚空 它怎么能打扰到虚空宁静啊 鸟在叫 你的虚空是虚空 鸟是鸟 它不留痕迹也不会影响 其实我觉得佛学 现在很多就像我们这个时代 因为网络系统的普及很多人看到很多的书 其实这些很多的修道的修学的观点 对我们影响很大 对现在很多人学佛 首先觉得修道是真的很困难的一件事 我们会把这个概念进入我们脑子 就是又觉得古时候修道很困难 因为交通不方便 餐房不方便 书经典看不到等等等等 就是说觉得修道是一件很难的事 一定是发生在未来的事 一定很困难 然后再加上经典有些词啊 词语也是古文 其实这真的是个误区来的 就是说我发现 其实这个是切入为主的一种障碍 就是对很多修行人就觉得很难 觉得 所以我每当他在听老师在讲什么东西 他一定说好 我先听懂 然后我记下来 然后我回去开悟去 其实一定在当下你要听下去 一定在当下有些东西真的会发生 因为就是说一定要当下了之 就是说不管是一定当下了之 而不是可以记 但是你要知道 当下了之你生命的状态 就是说不管你们修了一年还是半年 就是说你们觉得没有收获 其实还是就比较 就是说还是或者说 你想怎么样 而是 就是说我想通过一年变成什么样子 或者是我感觉到一些什么 或者我体验到一些什么 其实这还是活在未来的一种心态 你始终没在这一年 就是今天晚上的此时此刻 当下直面你的生命状态 就这一刻 你的身体是酸麻冷脏痛的 你还是吃饱撑的或者是什么 你没有全然地回到你的身体里 来关注你的身心状态 清晰地看到就是身边的东西 就每时每刻 头脑里充满了过去未来 就是如果你能够当下这一刻 去坐在这儿 然后去听一些就是修行的东西 然后这个就很容易很快很快就开窝 其实修行没那么难 没那么困难 只要回来就行 心回来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认为 它是很遥远的事 就是说这种认知非常非常的错误 而且首先认知第一是很远的事 第二很困难 第二很多人修行了 没成到我怎么可能 我身边没有保养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障碍 这些东西本来是不该存在在你的脑子里的 它跟你随任何一个高生大德 每天他没有成到那是他的因缘 而且他成没成到你怎么知道 所以因为每个人成到的因缘 跟世界的方式是不同 千万不要把这些观念进入你的脑 先万首先要知道你就是如来 而且你是圆满的 而且你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世界 没有可比性 跟任何人都不可比 成佛这个四个任何人不能比 就是说你的成到一定是你的因缘 切入你的根性 就是你的开悟点 那一刻跟任何人都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看智慧的语言 但不要比较 不要有过去的经验 未来的想法 不要成到永远发生在这一刻 而且每天都有可能 每一刻都有可能 你把那个结打开 因为你本来就是 如果不是 我们需要很漫长的修正 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 只是有一个结在那的话 每一刻都可能打开那个结 每一刻那个钥匙 都是一把钥匙 可能老师的话 或者是你一本经典 或者别人的一个碰撞 或者你一个警觉或者反省等等 都是一把钥匙 他把那个锁开了你就成了 每一刻都有可能 所以不要说 也许有人说 我明天我后年 我准备三年来修到 不可能 不要不要 你要是提前脑子里说 我可能在三年五年成到 这已经错了 千万不要把这些观念 关到你的脑子里 就是我有一个执着 这个执着在哪 始终记住 我有一些对有些事情放不下 有些境界在转我 我有一个执着 我要把这个执着破了 我就成到了 你始终记住这个执着 不要制度成佛 你要知道你就是 就是执着了 就是有病了 就读了等等 我把坦诚持慢音放下 我这个 我这个忌度成佛我放下 我就 我就差不多了 我那个佛系就能露出来 我现在是露不出来 不是我去修要成个什么 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本来就在这 圆满地在这 就是露不出来 露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 我们的认知没有达到那种 破了 不再分别所有的像 而认为我们是圆满的 我们不能 我们认为 我们一定在分别 我们露不出来 当我们露出来的时候 并不是说 我们真的露出了一个 多么完美的像 是我们那个认知 刹那这些转变 不再着像 不再以看到的像 认为那是佛 还是不是 不再以看到的这个像 来认知真理 因为我们认识世界 就是用 别耳鼻舌声音 看到的触到的什么 触摸到的 闻到的 听到的六根嘛 眼耳鼻舌声音来 认识世界嘛 但那个认知 一旦改变的时候 你不再被这些东西迷惑了 时时记着 你执着在哪儿了 你就知道 我这个执着一打开 其他的 我的佛系就会出来 我就成道 所以不用记 未来的多久 那是没用的 你那执着 如果打不开 三年五年 十年二十年也不行 你那执着打开了 当下就是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执着在哪儿了 其实我们知道了 就很粗的这些执着 微信的执着不知道 但粗且的大家都清理清楚 那什么境界转你了 还不知道 耳朵眼睛都在执着 我写我要看好看的 我不看不好看 我要听好听的 你骂我 我就是不想听 你分别那么多 你是要成佛的 你要分别你就成不了 就这么简单 不是说你听不懂他骂你 你听懂但是你先不分别 你先把二别成一嘛 如如不动嘛 就是善恶先不分别 然后慢慢地回到佛心以后 出来以后 成佛以后 你不是说你不分别 你也可以分 你都很清楚 但是你只是这儿空了 你不会影响你的心态 就是开悟以后吧 所以我会听不懂 你会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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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善恶好 最重要是席 е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